是動人的樂場 真相音樂王 真相音樂王 今天這兩位特別來賓真的很久沒見了 好像樣子都有改變了 對… 像游泯 你好… 鳳哥好 清雲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游泯是因為我常跟她碰面 在其他的有限頻道 大師何方好久沒見 何方真的是你看她去矯正牙齒 你看臉蛋變漂亮了 然後身材 剛剛Pong提我的 說身材也更可觀 我沒說啦 不是我說的 是那個工作人員說的 路人說的 路人講 沒有啦 我覺得矯正牙齒 就是會變得比較瘦一點 那其實我以前就整個身材是比較胖胖的 那現在就變得比較瘦一點 就會比較看起來均衡一點 以前只要一男一女都是座位是你 旁邊是做男生 我旁邊是做女生 為什麼今天… 對啊 為什麼今天會這樣子 我今天換成這樣子 今天為了配合服裝的顏色 你看我們顏色好搭喔 對啊 我們是神學系 大概真的感覺很像 好… 很輕鬆 但是故事不知道會不會 有沒有哀傷一點 請游先生您今天開始 其實這個… 接下來要講這首歌呢 是我寫歌 這個所有的歌以來呢 速度寫得最快的一首歌 我接到這個歌詞 差不多是七分鐘就寫完了 什麼 七分鐘啊 因為這個歌詞跟我的朋友的一個故事呢 其實蠻接近的 但是不會… 不是一模一樣 但是蠻接近的 所以很有感覺 所以七分鐘就把它寫完了 還有一首 你連笑起來都不快樂 笑起來都不快樂 對 那故事是… 我的… 我的那個女生的朋友呢 他是… 第二… 就是那個男生的第二個女朋友 也就是說這個故事有一個男的兩個女的 嗯… A女呢是那個男的先認識的 B女就是我的朋友 嗯… 然後呢… 本來這個… 三個人是… 本來就認識的 但是A… A女跟B女他們本來不是很熟識 結果… 這樣講好像很複雜 就是… 她… 就是第一個女朋友呢 她本來是跟那男生是男女朋友 然後… 她們就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 然後其實兩個也蠻談得來的 但是… 這個… 女生要去出國讀書了 那是A女 A女 A女出國讀書了 然後呢… 她們的感情就慢慢慢慢慢慢… 失去聯絡 因為那個男生是比較愛玩的那種男生 比較不懂得去… 聯繫感情的 然後去讀書之後呢… 她就… 她們兩個慢慢慢慢淡掉 然後呢… 這個女生… B女呢… 就是我的朋友呢… 慢慢就開始跟那男生交往起來了 但是… 跟以前一樣 她甚至於就是說 這個男生… 比以前更不重視女孩子的感情 但是… 這個女孩子對那個男生非常非常好 照顧得無為不至 可是… 呃… 就日子交往… 交往久了 那個男生就覺得蠻不在乎 反正這個女的對我好嘛 有種比沒有好 就跑不掉嘛 對 就這種感覺嘛 就是日子久了呢… 那個男的常常會跟她… 複習她以前跟那個A女的感情啊 常常會在她耳邊講說 以前那個女的我… 我對她還是… 很有印象啊 就是會把點點滴滴在那個… 我覺得男的被寵壞了 覺得男的被那個B女寵壞了 我覺得女孩子多多少少心裡會在意嘛 當然啦 可是這個女生這個B女呢 她就是屬於那種… 完全會復出 可是她… 比較不會跟她講說 你以後不要… 不會耍這種小脾氣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講她的點點滴滴 那男的常常會這樣提啊… 然後經過半年多的時間 那個B女回來了 B女… A女回來了 我終於搞清楚 對不起 我自己都… 太搞混了 A女回來了 然後呢… 她有先跟那個男的碰面 那B女也知道 那…那個… 那個… 那個男生更過分了 她又跑過來跟我朋友講說 我… 我昨天跟她碰面 然後怎樣… 她不會說去跟她抗爭啦 或者發脾氣 因為她其實也怕… 因為她本來就在她心目中 不是佔有很大的地位 如果說她在跟她生個脾氣的話 或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可能是因為她個性的關係 她後來安排了一場… 一場… 約會 就是她約那個男的到那個餐廳 也約她的那個A女 約在同一個餐廳見面 那她這麼做其實就是要… 乾脆她覺得她應該退出 她覺得她退出好了 因為她覺得這樣愛得太累了 結果她們碰面之後 她們就知道… 她的… 其實她們兩個本來是那個… 我朋友約的嘛 她們後來知道說 大概是要促成她們在一起 可是後來… 那個男生大概覺得… 那個男生竟然就… 還是回去跟那個A女在一起 因為她覺得說 大概沒什麼關係 反正B女都不在乎了 所以她真的跑去跟A女在一起 可是她們再在一起的感覺 就沒有像以前那樣子 就轟轟烈烈啦 或者說那男的真的那麼有感覺 而且那個男的慢慢發現 其實… 我那個朋友對她才是真的體貼 真的好 B女才比較好 對 後來她… 她終於覺悟了 她開始跟我的朋友開始交往 後來她們後來就… 繼續在一起 而且那個男的有蠻大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 這個女的懂得為愛付出 然後她就是我那個朋友 然後她也獲得了這個應有的代價 她不是很刻意地說 她要這樣做 然後要獲得她的感動 可是沒想到這男的慢慢發覺 原來真正愛她的是我的那個朋友 這個男生好幸福喔我覺得 對啊 她沒有吃過什麼苦頭嘛 那個男生真是讓人羨慕她 你看男生就是這樣子 還羨慕她 男生都不是好東西 會啦 我覺得很難 要是我的話我會覺得很內疚啊 我怎麼敢在人家面前 我一定會唱起來 不講話 這首歌呢應該… 我是唱那個男生的心聲 我希望她對她好一點 聽到了沒有 終於知道她笑起來都不快樂 何方的故事 是不是也是跟愛情有關的 對 那我現在講的這個故事是 三個女生跟一個男生的故事 啊 ABC 但是她是 其實最後結果 就是什麼也沒有發生啦 但是中間已經有很多的過程 那這首歌是情不自禁 它是一首 大家看歌詞 它是一首暗戀式的情歌這樣 那其實是發生在我周遭的 同事的故事 那那時候因為工作上的接觸 慢慢地 就是其中呢 有一個公司裡面呢 就有一個男同事 因為她風度翩翩又很有才華 那又長得蠻帥的 所以慢慢就成為很多 單身的女同事的 信賴的 對 情慕的對象 那慢慢地 因為工作上的接觸就是 會有三個 就都是同事 本來也都是蠻好的朋友 就是對她開始都會 產生一些特別的感覺 那其中有一個女生 她在心態上比較成熟 那另外一個女生 她就是感覺是很天真的 臉長起來是babyface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女生是 她行政能力很強 那就是很會照顧人的 這種性格 那其實三個女生 形是完全不同 對 那其中有一個女孩子呢 我自己的觀察 我覺得說他們在 心智成熟度上面 其實跟那個男生 比較能夠談一些 比較深入的東西 可是那個女生 已經有一個交往 很多年的男朋友 所以那個男生的心情 她也慢慢逐漸地知道說 彼此之間存在的一些 很微妙的關係 但是因為大家是同事 然後她又知道說 她可以比較 談得來的那個對象呢 其實有一個交往 很多年的男朋友 所以她也不太敢 隨便去touch 因為這一touch 要負很大的責任啊 而且會變得很 很冒險 對 就很冒險 那可是那慢慢 當然她也知道說 另外兩個不同典型的女生 對她其實也很關心 那其實也很不錯 其實這條件也是不錯的 所以彼此之間的關係 就變得很奇怪 你要競爭起來也很 就是那種 之間的那種拉鋸 就有點奇特 那很特別就是說 有的時候呢 比如ABC三個女生 通常這個女生 跟這個男生 晚上可能會通電話 因為他們工作 一方面是工作的關係 然後借著工作 就談到很多點點滴滴的事 掛完電話之後 另外一個女生打電話 那個女生說 剛剛是不是要打給你 然後她就說 他們會到這種程度說 那個人也不想瞞 她就對 她說她大概跟你聊什麼 她有時候想一想 她覺得也不想隱瞞 就說 所以就變成說 那三個女生 彼此之間都沒有談開來 但是他們會互相 有時候透過電話 會去聊這個男生 其實都很清楚 對 可是這樣沒有說 暫心如何 對 其實他們彼此 都有一點清楚 可是都沒有講開來 然後那個男生 在這種很混沌的狀況之下 他也不太敢貿然 好像做什麼決定這樣子 那後來慢慢 最後的結局就是說 可能因故他們各自 都離開了這個公司 那其實到目前為止 他們各自都有很好的發展 可是很有趣的一點 其實這三個女孩子 他們離開公司之後 反而變成無話不談的朋友 我覺得這很特別的感情 就是通常很難啦 就是說 比方我們同時 喜歡上一個男生 然後 有一點點覺得是情敵 對 就會 可是到最後 竟然成為滿好的朋友 那他們一開始 剛離開公司 還是常常會討論他 覺得他怎麼樣 覺得他怎麼樣 可能是後來 他們慢慢觀察了結果 覺得這個男生 可能心還沒有完全的定下來 他真的沒有辦法做什麼決定 所以他們最後都沒有 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其中有一個女生 那他當時的心情 就是代表他們每一個人 曾經擁有的那種 有點掙扎 又有點不清楚的心情 他就把他寫了詞 就是這首歌曲 情不自禁 對 那我要講的這個結局 是說他們三個女孩子 都成為很好的朋友 有一年的 有一個其中一個女孩子 就長得很sweet的 那個女孩子的生日 然後他們就開車去慶祝 結果那一天很不幸 就發生了車禍 結果就是那個壽星 當天就離開了 可是後來就發生了這種不幸的事 那其中有一個女生 因為她開車 可是其實真的不是她的錯 是有一個喝酒駕駛的一個人 就這樣一面就撞上來 然後她一直都很自責 那我很希望就是說 我希望大家都很平安快樂 那有時候 我覺得事事不能盡人如意啦 就是說 我也希望藉著這樣的歌 那也許大家回顧當時的心情 那我真的很希望大家都平安快樂 好難哭 有點感傷 對 不想了 用唱的吧 好 情不自禁 好 好 想對你說 自己好感動 自己好感動 好感動 從今後 從今以後 對誰都不能開口說 在你身後 在你身後 安靜地走著 也是一種快樂 我的美夢 我的美夢 不懂 讓你永遠 像個朋友 對待著我 我 卻難免心痛 卻難免心痛 我要收集你 忽涼忽熱的情 端亂我幾分 你永遠 聽了自己 聽了這些故事 我覺得其實女人 一般來說 我真的覺得女人 比較有智慧 其實女人比較感 比較會付出 我覺得在某一個女生 願意付出 然後其實她 不一定追求一個結果 女人比較大方 好不好 可是有人說女孩子比較笨 對 女人比較勇敢 那個是痴情 我想的笨是因為 為了痴情的關係 好 你們三個講都不關我的事 好 來 謝謝二位上我們 真相已滅亡 謝謝